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施法的驱动力 战场上它将与敌人近距离接触 根据情况需要随时造成伤害和使用法术 因此 在属性加点上 你应该放弃那些很可能永远都用不上的能力 将点树分配给体质和灵巧 以保护起在HP为0的情况下巧妙地躲避法术 最佳圣物是术式加点原则 魅力大于力量大于体质大于敏捷大于智力大于感知 二 圣物是术式的最佳种族选择 扎瑞尔提夫林种族 是圣物是术式的最佳选择 扎瑞尔提夫林还能获得 奇术Somatergy Country 使你在恐吓和表现检查中获得优势 该种族还可以在每次长修时使用法术 所有这些法术都能很好地与这一构建协同增效 这些法术分别是三级时获得的灼热重机 和五级时获得的阿弗纳斯的一产品牌之机 最重要的是你受到的火焰伤害减半 并且拥有黑暗视觉 可以深入地牢探索最阴暗的洞穴 三 最佳圣物是术式的背景选择 选择士兵作为你的背景 它能让你熟练掌握经济和恐吓 这两项技能都非常适合这一构筑 与其他背景相比 这个背景还能让你更频繁地获得灵感 这是因为你可以通过对多个敌人实施最后一击 可以让你不断获得灵感 进而继续成功翻滚 四 圣物是术式的最佳子类别 圣物是一级就要选择子职业了 强度上说这三个子职业都是T0 古贤之士偏向团对象 核心能力在七级 这里我们就不选了 奉献知识和复仇知识都是输出向的 核心能力都在三级 奉献是魅力上命中复仇是自由 应该说是各有特点 但是考虑到奉献的神圣武器 可以在战斗前使用相当于免费 加五命中十个回合 复仇的饰演能力只能战斗中使用 消耗一个附赠动作 而且是单体 并且游戏中造优方式 实在是太多了 隐心二级就可以无条件造优 因此 这里选择奉献知识 作为圣骑士的子职业 另外 子职业会影响你的饰演 你在游玩过程中 要牢记这个誓言 并且全程遵守 树士的子职业有三个 龙族血脉 狂野魔法和风暴树士 其中狂野魔法有造优的功效 我们选狂野魔法这个子职业 相当于免费造优了 非常不错 五五一到六级圣武士 树士的能力和技能选择 圣武士一级没啥能力 就先耍耍大刀吧 子职业选奉献 圣武士 圣武士二级的战斗风格 选具武器战斗 可以加一点输出 然后我们还拿到了制圣斩 这也是圣武士的核心能力之一 可以让我们把法术位 砍出去变成伤害 如果砍的那一刀重击了 制圣斩的伤害可以翻倍 但是圣武士的法术位不多 前期制圣斩还要节约使用 否则法术位一眨眼就被你砍完了 圣武士二级 我们还拿了一环法术 这里就推荐两个 一个是祝福术提升全队的命中 但是圣武士要在前排吃伤害 祝福术可能会经常断专注 而且对于牧师来说 花动作放祝福术 是他的本质工作 如果圣武士花动作放祝福术 那就使打使少一个动作的输出 到时就看情况决定取舍吧 另一个推荐雷鸣打击 五级开始你有二打和加速术了 附赠放雷鸣打击 第一刀如果能砍倒地 那后面就可以占优势 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他的法术 包括各种斩就不推荐了 感觉就不如直接拿至圣斩 把法术位给砍出去 圣武士三级拿到了风险之时的 核心能力神圣武器 神圣武器攻击减定附加魅力调整值 很适合具武器大师 三级记得去偷瓦罗的眼睛 完成这个事件后 智力减一 魅力加一 圣武士四级解锁专长 我们选具武器大师 具武器大师可以开关 遇到高护甲关掉 还有记得开飞致死 要不然很容易破戒 圣武士五级 大部分物理职业都拿到了二打 开放了二环法术 这一级圣武士法术表里的法术 没啥好用的 但是是研法术里面有非常好用的 可以附赠动作传送很远的距离 圣武士六级 解锁了圣武士的核心能力守护灵光 魅力豁免用起来真的非常爽 玩的时候 如果你还有别的前排 尽量让他们站在圣武士识持范围内 后排的尽量就别来凑热闹了 圣武士六级 得到了本职业的所有主要能力 再往上升级 目前的版本就没啥重要的东西了 这也是兼职扩充施法能力的最好时机 圣武士七级开始一级术士 细法随便选 一环法术必选的是护盾术 这个反应加五AC持续一回合 可以挤大的提升生存能力 此职业前面说过了 最好的是狂野魔法 可以拿一个次数有限的自由 圣武士八级 也就是术士二级 超模 我们选成双法术和远距法术 圣武士九级 也就是术士三级 二环必选的法术就是弥宗布 新的超模选项的选顺法 圣武士十级也就是术士四级 细法和法术随意选择就行 后面都是要换成三环的 专长 幸运和魅力加两二选一 这里就推荐魅力加两 除了提升光环效果以外 还能提升命中 圣武士十一级 也就是术士五级 我们拿到了三环法术 三环法术好用的就太多了 最推荐的要拿下面这三个 首推加速术 次推火球术和闪电术二选一 可以弥补圣武士对群输出不足的问题 火球范围大一点 闪电术能吃到水电一伤 三推法术反制 这个要看具体游戏流程 后期法术反制的用量 在法术攻防战中 每人只有一个反应 那你比对方多一个人会法术反制 你的法术就能通过 对方的就不能 这还挺关键的 当然如果对方的怪 都不会法术反制 那这个还是让你的法系 对有来负责比较好 此外 升到术士五级 除了学一个法术之外 还可以把一个低环的法术 换成三环的法术 这样我们可以从刚才推荐 三个法术里 选两个学 圣武士十二级术士也就是六级 能多学一个三环法术 夺哪一个术法点 这个给的职业能力 倒是很一般 概括起来说 术士关键法术 弥宗布 镜像加速 定身 定住怪物 其他任意 注意事项 开打前开满buff 神圣武器 巨人力量要水 加速 然后进战斗 六 圣武士 术士的武器选择 圣武士适合重甲 重武器 只要带有重型标签的武器 圣武士都可以用 实用的双手大剑是勇然和轻语 锤子近战也要背一把 锤有一个特性是打空了 依然可以给一个属性调整值的伤害 比如你的力量加三 就是三伤害 消耗反应 当然锤的主要优势是顿技伤害 这个伤害属性很高贵 能破金属石头墙和门 一二里基本没有怪对其有抗性 甚至还会一伤 术士对圣武士的远程能力补强很多 而且同为魅力之夜 现在圣武士加术士的组合 比圣武士加斜术士的组合还要强 属于博的之门三游戏中的热门强势构建 并且由于发现了新bug 三级以上的制圣斩 可以再追加一刀制圣斩 一回合不上加速都可以砍四刀 比混血术的bug三刀还变态 当然也许这不是bug 而是一种常态 那么圣武士加术士的组合 不就更拉风了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谢谢支持 也祝您游戏快乐 我们下次见